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愛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元氣騎士前傳 旭哥接下來分享這遊戲官方認證T0最強的職業 還有這遊戲最多禮包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體 將近20組的序號史上最多禮包都在這集分享給大家 這個遊戲目前也有一些問題旭哥也會在這邊分享 比如說像連接的問題什麼的 那一些對應的方式還有官方的補償各種最新的福利 可以拿到大量的寶石轉彈券還有造型很多神裝各種福利都在這邊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禮品嘛兌換嘛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好續哥來分享這個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嘛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那我們首先輸入這個YQQS666 接下來還有YQQS777 接下來是這個YQQS888 這個是同一個系列可以改後面三個數字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這個LWYX2023 接下來是LWYX666 接下來還有這個LW888 接下來有LWYX24 接下來是這個VIP系列的 VIP999 然後VIP888 還有VIP777 以及VIP666 那後面還有這個隱藏版的序號 還有各種福利的拿法 還有各種遊戲的玩法以及 這個 官方認證替訂最強的職業啊各種 遊戲職業的選擇開局 那這個遊戲的職業選擇蠻自由的還有很多搭配那在後面都會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的看完啦 那我們在遊戲畫面的右手邊啊右下角這邊就是進入遊戲的畫面這邊呢 他會有這個Discord 然後Facebook還有Twitter 那這邊都會有隱藏版的序號在這邊所以大家可以盡量去這邊找一些福利 除了去個有分享過的禮包碼序號之外這邊也可以找到這隱藏版的序號這個兌換碼這些東西 可以在這邊找到 後面右下角Discord啊 點進去他就會跳了 像 點Discord他就跳Discord然後還有像Facebook啊Twitter 右下角這邊 可以找到一些福利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啦哇這個很像以前DOS的手遊啊 DOS的遊戲 以前電腦那個DOS他的畫面就大概是這樣 好 我什麼以前那個什麼Windows3.1時期的好 後面還有什麼Win95啊什麼Win98Win2000 好那開局呢可以選職業 有這個神經百戰的戰士 然後射手 風暴術士以及通靈師 那這邊還有守衛盜賊以及火焰術士 很帥 好那序哥呢通常最推的職業通常都是屬於像是遠程攻擊輸出的 像是射手就是很好用的職業 官方認證最強的職業然後風暴術士呢也不錯 有冰元素和 電元素的魔法 那有些是要解鎖像通靈師算是隱藏版的職業 透過黃金勳章 才可以來解鎖 隱藏版的職業在那邊 然後守衛呢就是一個坦 盜賊 火焰術士也算是一個不錯喜歡玩火焰魔法的話這個 這幾個都還不錯 射手然後 風暴術士火焰術士 那通靈師是隱藏版的好 盜賊是雙刀的還蠻不錯的爆發能力 好那我們就弓箭手開局吧 來射手 遠程的輸出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啊人物呢就是走這種很Q版的風格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遊戲呢目前非常的難登啊 有時候玩一玩就會突然斷線因為好像說他可能 我是覺得他這個伺服器可能設計有問題 哈哈就是沒有 沒有多準備一些所以他的伺服器很容易爆 官方可能要在這個網路設定上去做一些改良好 進入戰鬥了來 我們的射手有沒有 有沒有 可以切換 他可以切換成各種不同的戰鬥方式 所以算是蠻自由的 像是我們假如選戰士再選盜賊的話呢 可以發揮出更強大的威力就是他可以做一些組合技還不錯玩 所以開局又有一個流派是戰士加盜賊的 也是一個不錯的玩法來我們來升一下 提高我們的能力值了 敏賊 敏賊點高一點 敏賊 敏賊是什麼東西 敏捷 好 你看這個他目前常常會有這個連接出錯這個是官方的問題 那目前的這個遊戲啊非常的難燈所以大家應該都遇到同樣的問題啊 那有些的說法是用VPN燈會比較順啊 用VPN燈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算是一個隱藏版的小撇步 小秘技 然後這個Soul Knight他的官網呢這邊也會有一些隱藏版的福利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通常都是目前都是在 講這個抱怨的問題啊 就是伺服器問題 沒辦法燈啊或什麼的 大家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目前怎麼樣不能燈啊怎樣怎樣 大概官方都一直在說什麼有問題啊什麼 大致上是這樣然後再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他會有送東西 下面有一些他送的東西所以還不錯 變相可以拿到獎勵啊我們無課玩家就可以拿到獎勵 然後他們目前有說這個 李包馬呢兌換會延遲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可能暫時會 李包馬兌換失敗因為他的伺服器落差和斷線 導致客戶無法及時通知送達禮物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李包馬兌換這邊他有可能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官方的問題不是說你的問題 這是官方他們在官方的FB有講 所以自己注意一下吧 還有一些像是你假如有課金啊或是有什麼訂東西的話都會有問題 他這邊他的問題很多呢 看了一堆 什麼技術問題啊他這邊有補償 補償這個會比較想看啦 他有送150寶石然後10個鑰匙 然後10個卡包券還有一個髮型 然後還會有一個額外補償 一樣在送150個寶石然後5個寶箱鑰匙 還有250個 什麼叫250個印 印什麼印幫幫 印啦 好印啦印啦 然後還有這個額外的補償是150寶石5個卡包券 然後還有 5萬的硬幣 剛剛那個應該是硬幣 所以總共是450個寶石然後15個鑰匙 15個卡包券75000個硬幣還有一個髮型這邊 然後還會再送三個伴侶蛋還有一個龐帕多的髮型 一直送啊 然後他下次更新還會再送補償這邊有一個藍寶石的通行證 然後一個居家的裝飾還有一個稻草人的皮膚 以及一隻寵物這邊 這邊很多東西 送蠻多的啦因為最主要就是最近 可能伺服器就常常會掛掉還是什麼的就是一直登不進去 這問題蠻嚴重的 他也寫了一大堆 好吧那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玩嘛或是用VPN跳著玩 應該可以啦那旭哥就把目前看到的一些最新的公約資訊都分享給他這個最多禮包碼 然後禮包碼的話呢官方也是會有一些延遲的問題 就是目前換可能要之後才可以拿到這個也是官方在講的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公約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對待頻道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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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